澳洲又又又加息了 什么时候才是个镜头呢 大家好 我是Mike 墨尔本最受欢迎的中文分析师之一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下 澳洲央行又又又第三次加息了 我们都知道澳洲在今年5月6月 分别加息0.25%和0.5% 那么在今天下午也就是几个小时之前 澳洲央行再一次加息0.5% 使得澳洲目前的奥元利率 在过去的三个月之内 总共加息已经超过了1.25% 如此一来的话 直接造成了每个月还贷的金额直线上涨 我们以普通50万贷款为例 经过这一次加息之后 每个月的还贷金额将会上涨 大约是133澳元 折合一年大约是1596 如果你的贷款是100万的话 每个月增加266 一年增加的是3192 如果是200万的贷款 当然了你是豪宅 肯定是有一个好爸爸 即使是有一个好爸爸 你还得问爸爸多要一年要多少钱呢 一年得多要大约是6384 这个数字是不是看上去不是那么多 大家不要急 这还不是最后的结果 我们知道虽然是又又又第三次加息了 但是目前澳元利率依然仅有1%多一点点而已 但是现在这个物价上涨也就是inflation 我们说的通胀是多少呢 至少是5% 甚至于真实的数据可能接近于7% 因此澳洲央行至少要达到2.5% 甚至于3%澳元的基础利息 才有可能会压制这个通胀 我们不要把话说的那么满 我们以2%来举例 从现在到2% 这个中间还有很多的距离 那如果说在未来的半年 甚至于在一年之内 真的澳元利息再加那么三四次 加到2% 也就是说我们来算一笔账的话 如果你是100万的贷款 你每个月的还款 算到每一年的还款 将会比现在再多7000 如果是200万呢 比现在再多14000 那么如果对比加息之前和加息之后 也就是说之前 大约是三个月之前 澳元利息0.1% 对比一年之后 如果真的加到2% 100万的贷款 每年多支出的这个费用 那就是大家都算得出来 也就是从0.1到2 多了这2 100万就是2万 如果你是200万 我还支出4万的利息钱 4万呢 差不多就是一个小孩 送私校 再加上课外补习的费用了 所以说毫无疑问 这次又日又加息 将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每个月 大家口袋里可以用的钱 会明显减少 而且未来半年之内 口袋里的钱会越来越少 这将会直接导致 消费力的下降 最终呢 希望能够把通胀 能够压下去 但是它的副作用也很明显 是啥呢 就是商店里的东西 很有可能 不一定能够卖出去了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突发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欢迎点赞收藏和转发 我是Mike 下期节目再见 GoMarket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 请不吝点赞收藏和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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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收藏和转发